踏平了山路唱山歌 撒开了欲望唱鱼歌 唱起了木歌牛羊斗 唱过两六三街门天那条河 国内的话我最喜欢的民族歌手 然后就是宋主音老师了 因为他的小贝勒就是当时小时候特别爱听 宋主音老师在本月的30号会在鸟超开演唱会 我们当然都非常期待 期待的是祖音老师能和黄飞一起合作 因为两位都是我非常崇拜的 就是偶像 而且他们都是狮子座的哦 对我觉得就是狮子座在唱歌方面 的确有很多非常出色的偶像级别的人物 期待的还是他跟杰伦一起合作 因为他们当时在春节莲花晚会上 那个辣妹子真的是太棒了 记忆特别深刻 然后记得最深的也是那个节目 我希望宋主音老师能够跟王力宏老师一起合唱一首歌 然后是王力宏老师边弹边唱 宋主音老师站在钢琴方面 我觉得这是一个美好的幻想和美好的期望和美好的期望